喜欢我们的节目吗 记得订阅草地状元频道 打开小铃铛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的通知哦 灯灯灯 实在的打拼 人真的生活 草地状怀 四天哥 你在做啥 我洗水果啊 你这样洗水果 所以说你这你就不知道了 洗水果就是要让他们流出去 是说这些烤鱼都会自己浪水 一条一条滷 一条滷 水这样滷 人现在没人这样洗水果了 浪费水 想要不想 现在人都用 这包 这一包 小小一包 魔法无边 来 你看我的 我示范给你看 这一小包真的很厉害 这样给它倒进去 全部倒进去 那滚了 倒进去之后 轻轻松松这样子给它拌拌 你看这个水 怎么变黑色的 水你看 辣水倒出来 对啊 蜡蜡这就是水果的蜡蜡 有啊 就清清楚楚给你看到了啊 农药啦 蜡蜡都在这里 就这样就好了 这样小的 鱼就都清洗了 是不是很厉害 哪有厉害 哪有厉害 不然这样 又有更厉害 又有更厉害 我带你来看 走 我来 走 我看就知道了 这是打过的金针 金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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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样QQ 这怎样漂亮 这就是只有干燥过 这不一样 这除了干燥之外 还有流熏过 所以颜色才会这么漂亮 对 我知道 如果要去熏的时候 都有流的感在里面 对 所以要吃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把它洗一洗 洗干净 对 魔法粉把它泡在里面 我现在把它洗下去 你就知道这差别在哪里 把泡得多 泡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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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跟它说明 你再翻 你再翻一翻 拍一翻 對 那把它洗一洗 洗一洗 这个洗一洗 还不差 有啦 你看 洗漆不像 你看这个颜色都不一样 好像有点泛绿绿光 有没有 你看 这粗粗粗粗粗粗 这没问题 你看都变成 有点泛绿色的 有点泡得多 好 如果我这样洗过 它流就都洗掉了 对 这样才能吃 才会安心 你包到这里有什么东西 那我们朋友给我的 什么人啊 我有一个朋友叫蘇慧姐 他都要做这个 不然这样 开析你把他抹出来 我把我找到这里 这些东西 好 我打电话约他 对 这样好吗 奇怪 快给你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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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慧姐 哈啰 嗨 祖慧姐 嗨 凌凌 来 你好 你好 等你吃过 来 你好 你好 很好 你看这里 整个圈子走过 风景都很漂亮 还有后面这支 这支不错 这支好像很少 这支 黑白是我们台中港的上船 要进港的一个地方 这支是为它 去到平地的灵塔 我们全国灵塔都在破山腰 都破山腰 然后就在海边 对 加这支在平地 蘇慧姐 你今天不是说 要找我去看很好的粉 我们要去看 我去看 我去看的是 我去拿的东西 回来做 那要怎么去 对 我们待会坐车车来 这支台车 不错 好 好 我坐在那里 好 涼涼 好 好 谢谢 这样子绕一圈也很浪漫 那有时候你打那个 古早的八点档 对 这个代行的风筝 八点 八点 这一支五千万 五千万 一支一面五千万 家里跟这个 比较多 五千万 五千万 这是水 两支 我问你长绳的造型 在那个明初的时候 那边的官兵 就会去再后面 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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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坐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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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为了游 游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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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游过来 那边游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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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商人在说 王军过去 是青条银 重要的港口地域 虽然后来 游过游过 游过游过 那边游过 这几年 政府和地方 都有積極在 推动观光 所以才有这种 座替卧车 油烂的行程 不只是可以 让大家感受到 在地的生活 还可以 在不污烈的 朝铅带 尽情拍照 是当地 真相反应 多重 那是说 是忘记了 这我习惹的 人们也不能放过去 乖快的 王海拼继续出发了 到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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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我们 青蚵仔的地方 青蚵仔 青蚵仔 那我们不是要去吃粉 那我们粉的材料 就是在这里 拿这个蚵仔回去 这整个都是蚵仔 找蚵仔回去 找蚵仔回去 这都是你之前的蚵仔吗 没有 要找我们水土植 水土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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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蚵仔是 哪一区 我的蚵仔 这就是 这也是 这边前面 都我的蚵仔在 这整个都是 水土植 水土植 你们家的蚵仔 怎样跟人们不一样 以前我们去看蚵仔 都要照顾哪去 都要穿青蚵仔 再带水 那蚵仔是钓站在旁边 像南部的 它的旁边 彩条 要放股口 这不是 这只有蚵仔的蚵仔 这在床蚵仔 这都没吃水 煮得很滑 滑滑 这个 一天只吃两次水而已 不用哪吃 水在哪 他上槽他就吃水吃得对 上槽吃炒 要跟三米水在这 比我更大 更大 这也没水就是 站在那里都在水里 这都在水里 上槽这一片是大 不过鱼也在上槽 差不多到四点 就在上槽 到四点 对啊 现在已经要上槽 四点 四点 我们要用 不要用 不要用 不啦 这是还要去採取 不要 拿好回来 我带你来 好 这才给我们 我先拿回来 好 这材料应该不能够 够了 够了 把材料拆掉 我需要整盆都把它家带 是要用一粒一粒菜 一粒一粒把它扔掉就好了 噢 用背喔 对了 它这样 那扔高就漏下去了 看起来好轻松 这个只要这样 这样吧 扔高後 橘子在柳子里 黑茄表里 这还粑橘子肉 好 来 我监控一下你 你看 这到橘子肉 这橘子这样可以吃 这只要秤擠就可以吃 看来就切 这很新鲜 像這樣 鹹鹹 鹹鹹 看起來好好吃喔 好新鮮喔 有時候我們載人家來 也是從這樣水開起來 水給他們吃 來 這邊 你看看 這裡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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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進去掛掉 掛得慢 很好慢 夠麻煩了 好硬喔 斑掉 斑掉 這不好慢 我們這裡的蝦子都在打烈 對 乾掉之後就硬了 真的 這蝦子大小的時候都有 而且這些蝦子不會都夾雞 都在人工 這種人工真的是 真的不好漏 像這樣一年可以採取幾遍 一年採取一遍 因為我們這裡的蝦子 都是在採蝦打烈 吃雞就是比較少 真是誰 對 割到了很痛 不是 是香蝦的幫我 幫我 幫我 幫我幫你 幫我幫你 幫我幫我幫你 幫我幫你 幫我洗蝦子 這是要做什麼 要吃蝦子 要吃蝦子嗎 蝦子 蝦子這裡有辦法吃 他吃了 他們兩個是好朋友 對 這小蝦的蝦子 這在吃蝦子 這個不好就對了 對 這個人可以吃嗎 對 這小蝦子很簡單 他的蝦子會釣起來 釣起來 像我們在吃蝦子 對 對 對 很簡單的這個 這個蝦子 比我們小蝦子更好吃 好吃 這都吃蝦子吧 所以比較甜對不對 對 好 這樣吃蝦子 不要讓蝦子放這個 讓它再去拌 一片敵人 對 這就在捏不起來 這樣嗎 這樣還這樣 它是蝦子的敵人 對 蝦子的 你看到那邊把它撐起來嗎 對 這都要撐起來 好 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 這樣好 我們現在看到天地 我們把它撐起來 撐起來 撐起來 它要吃好 我們把它吃掉 好 很多事情 真的要親身體育 才可以了解其中的艱苦 像我跟零零 只有一天久 才來一次 當作出土地圖 幫忙 不過對水土地圖 他們這些蝦籠來說 卻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都要看這個流水來順蝦子菜 而且 剛才撐起來的蝦子 一定要先用海水把它洗過 才可以送去擠枯 一方面是從外面的山頭把它洗掉 另外一方面 是讓這蝦子去北條加水 會炒去 好 實在是真的很辛苦 我看 我們是趕快把它搭晃晃晃晃晃的 不然待會兒漲潮 我們就走不走 西天哥 洗得怎麼樣了 你看 好乾淨 對啊 而且我們用手 用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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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夠嗎 有啦 這蝦子拿回來看蝦子 它是要把蝦子抹起來 要吃蝦子 沒有啦 我們是要把蝦子抹 蛤 妳 不是蝦子 是蝦子抹嗎 對啊 我要蝦子抹 為什麼 因為我們鴻間的蝦子 抹蓋子最多 抹太厚 有 我們還有跟清華大學做研究 可以做消毒 除臭 殺褲 還是最天然最環保的問題 在以前 只要知道蝦子抹可以拿來做肥料 想不到說 今年還有這麼多用途 消費者就在說 她們從1995年 就開始做蝦子抹的處理了 全新了解蝦子抹 有天然的概率和價格數 頂頂很好的新聞 不過目前全台灣 今年她還要等到十六萬斤的蝦子抹 讓她的心臟感到很怕 所以說 離空英五年 她就跟清華大學合作 封了兩年的時間 全原本只能做封了蝦子抹粉 變成全天然 還沒有污染環境 十分倫的百分之九十九的清潔用品 不僅是解決到蝦子抹的處理問題 又不斷開發不一樣的用途 甚至在今年 又接到國外的招待 讓我們台灣的研發實力 再一次受到國際的肯定 阿貞 阿貞 不簡單 我看妳這樣 妳拼蝦子 剛才看到現在 妳拼得很快 妳拼得很快 妳這樣拼多久了 本來十年了 以前來到鳳京這裡 我整個結龍都是蝦子抹 現在就沒有了 現在都... 都抹魚 都吃蝦子 吃肉 這樣嗎 我也要來蝦 妳是怎樣蝦子 蝦子有脆 有脆 對 她跟妳說有脆 我還以為妳吃東西 妳怎麼說它有脆 有啦 蝦子有脆 這有脆就對了 這樣慢慢就把脆扁開就對了 對 這有脆嗎 對 這有脆嗎 對啊 蝦子要把它抹下去就對了 要把它抹下去 再抹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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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抹下去 抹下去 阿嬤,妳看她要抹下去 抹下去 比較不好吃,比較不頂 蝦子都沒有脆 整個蝦子都沒有 比較快 如果蝦子比較不錯 對 像這個 我們這樣一天要蝦多多蝦 蝦 蝦如果蝦大面再蝦比較快 這是出重量的 對,這蝦子 還要靠溫氣 對 溫氣,如果蝦大了,比較有重 你看,這裡很大了 你也比較有重量 對啊,你看好肥喔 我就是這個就開心了 讓它吃起來 這個吃起來 這裡跟蝦子都放了 蝦子 我看現在水 還沒有水 這要蝦子 這要蝦子 這水都不開 有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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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水嗎 有蝦子 我當初這是蝦子 有蝦子 如果沒有蝦子 這樣一顆一顆 跟我們蝦子 蝦子在哪裡 我們兩個普通說的 可能會蝦到天晚上 還蝦不伴 蝦子 蝦子 這五十多年的工夫 比較厲害 不過我原本 就是蝦子蝦出來 蝦子就能直接去蝦粉 結果 社會說 因為蝦子 如果沒有處理 蝦子的蝦子 會失去 就會有一種草草味 所以說 就要先用蝦子 跟蝦子蝦子 跟蝦子蝦子 然後 這還用熱水 放裡面的油 跟蝦子的東西 把它燙掉 再燙掉 要再燙一半 才能確定 蝦子蝦子 沒有任務 這樣 煮出來的蝦子 效果才會更好 漂亮 你看 清潔溜溜 本來都蝦溜溜 你看現在一燙 你燙的 就變得這麼漂亮 對啊 現在這樣就可以做了 拿蝦子來蒸蝦 蒸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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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燙過嗎 因為沒有燙的時候 是炭酸鈴 現在燙過的 那是氧化鈣 氧化鈣 剛才水病清氧化鈣 才有消毒除臭殺菌的功能 這樣喔 要怎麼燙 把蝦子燙燙 燙多久 五十分 七百度以上 五十分就可以看 不行 等三天就可以拿出來 就還等三天 三天 這樣就回去那邊 要燙到那邊看就好了 沒有 如果那邊有消息 我帶你們來那邊看 這個嗎 現在開 開 你看 在這裡 烘烘了 這個還要稍微燙 稍微燙 稍微燙 這個可以拿出來嗎 可以 漂亮 你看 好白喔 對 好看 像這個 好 西田哥 怎麼用到這樣 嘴唇唇 不行 嘴唇越好 越嘴唇 越嘴唇 這嘴唇我們還研磨 這要搬到什麼 頭蜜粉的程度 很油 越油 越油 它消毒殺菁的功能 越好 是這樣喔 這東西這麼好用 消毒好不好 清潔洗不好 老闆就把勞動部總長口分數 有心情多元就業開發方案的 價位來做這個通路的行銷 蠻厲害的耶 對 要用精神類的 不太有可能 因為你都要用的部分 以前要用200公斤 現在一份地用100公斤就好了 你都在王庆這裡搜集這些磅嗎 對 我們王庆的磅就是 蓋子比當少幾%磅 他們35磅有45% 所以蓋子比較多 對 這沒什麼磅 還有其他的磅 或是婆婆媽媽的最愛 對 對啊 這麼厲害 這個水果看起來很好 好像價格 對啊 很好看喔 很漂亮 我們待會兒用這個水素的 這個平時差不多一公克 水果加下去 我們待會兒用水果的素材 我們一個禮拜 都可以做那個水素 加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喔 對 不錯嗎 不然它電腦比沒有水 保存比較久 這樣 所以我們如果不要吃 就用保鮮盒 放好放在平心 放在平心盒 可以放多久 正常放一禮拜 我們的東西 可以放兩禮拜 可以延長保鮮 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 多一個禮拜出來 像這個啊 像這個芒果 你如果沒有洗 放的時候 差不多三四天 都會這樣黑黑 可以破手 所以洗完 可以一個禮拜 以後又不會破掉 對 怎麼洗 你洗給我看 這樣喔 就先泡 泡個香蕉 先泡一下 這樣泡一泡的料 就好了嗎 沒有 我們拿去沖水 再沖沖 再沖沖 沖沖 沖沖 沖沖的料 料的保鮮盒 把它包起來 就這麼簡單 就這麼簡單 對 像這個 像這個 這個花椰菜 花椰菜很難洗 花椰菜最難洗 你知道我從小 大人都跟我們講說 這個花椰菜 一定要洗乾淨 對 一根一根 對 對 裡面都有那個糖 對不對 因為它怕有蟲 所以都撒很多很多農藥 才會這麼漂亮 所以這個要洗很乾淨 對 你把它放進去 不就 如果有農藥殘留 不就都自己用 自己用 自己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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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蟲蟲是不可以 自己用作 在農藥洗腹沈澱 對 這樣花椰菜很好吃 對啊 好方便 一小時就可以 洗這麼多的蔬菜 很高興 家庭主婦 就不用每次做菜 就還要洗菜 一個禮拜通通洗腦 放在冰箱 然後在煮飯的時候 就把它拿出來就可以了 這樣子節省時間 對 可以再洗洗東西 一旦的這些水 我們在那裡 噴瓶裡面 我們料理台 餐桌去噴一噴 沙菌也要去油脂 就會很乾淨 沾盤 很厲害 抹布最髒 抹布去浸泡在這裡面 泡在這裡面 對 也可以洗衣服 還可以洗衣服 對 像都市的人 他的衣服沒辦法曬到陽光 都有那個霉味 你這樣洗一洗會沙菌 想不到說這個很久 成分這麼簡單 用度競爭這麼多 消極就在說 其實蚵仔蚵粉 可以延長所有的保存期間 主要是因為 裡面的質素 可以讓細胞活化再生 爆水後的蚵仔蚵粉 會產生鹽性肌 和活性羊 所以才有抗菌 和殺菌的效果 剛才說 可以介護婆婆媽媽 很多清潔的煩惱以外 用完之後 這些水 還可以拿去浴灰 幫忙補充改進 甚至是白衣下水道 不知不會造成的污染 還可以順便淨化水質 消毒殺菌 真的是好處多多 不過聽說 這蚵仔蚵粉的用途 不只是這樣 現在剛好遇到武漢肺炎 我們會應用到仿織裡面去 仿織? 對,口罩 做布、做什麼都可以 射殺 多一層抗菌的功能 變成抗菌的布料 穿的衣服就像抗菌 對 襪子、內衣、口子 他要做的東西越來越多 原來是先生一起幫忙做 五年前過世了 就留自己一個人在奮鬥 現在有一點成果 小孩子也看得到 回來幫忙 我也要把一些技術 慢慢就交給年輕人了 很好 有傳承 這麼好、這麼有意義的東西 對地球也是很好 對 就是這個理念 才會不只那個辛苦 這樣一直去埋頭去做 不要看社會 現在說到這麼輕鬆 其實五年前 他正經因為癌症 去接受到化療 那個時候 他不只是要打拼事業 還要顧身體 怕他時事 都把他當工廳收起來 好好的情用 不過 經過世事關頭的他 沈沈感受到死命定位 所以不管是不是有賺錢 他就是堅持 要做對環境有幫助的事情 因為他相信 只要環境好 人就會健康 也知道 生活旁邊有很多幾年來逗三天 讓他的理想 可以讓大家看到 現在的學生 也都回來做會打拼 相信將來這份保護地球 保護人們的心理 一定可以團結全世界去 加油喔